2023年12月9日 地球母亲感受你们的根源 传导Pamela Krip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人们 我是地球的声音 我向你们所有人致意 我和你们有联络 我住在你们心里 不只住在你们的血肉之心里 也住在你们的内心深处 你们也透过人类和我地球的灵魂之间 曾经做出的承诺与我联系在一起 这个应许非常古老 而且与创造本身有关 你们对我的生命形式 自然事物的起源 有着极大的参与 你们曾经在一个不同于这个物质 物理维度的维度中积极的工作 你们是一种生活 在非常高而精细的振动中的天使 你们体验到了创造孕育生命的冲动 而我将自己奉献给你们 我是你们创造性本能的接受意识 你们创造了光的种子 它们在岩石和矿物领域 植物和动物领域中呈现出各种形式 你们在创始之初曾经是创造者 你们后来开始称之为上帝的大部分东西都位于你们体内 但你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出现了一种遗忘 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传统 这导致你们失去了与上帝合一的意识并迷失了方向 你们作为地球上的神圣创造者而活跃的想法 现在听起来对你们来说非常奇怪 就好像这个想法是不真实的和虚构的 但你们比你们想象的要伟大得多 你们不仅仅是三维的人类自我 你们的内心世界比你们意识到的更丰富 更广 阔 我提醒你们你们的出身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摆脱自己渺小的错觉 来自你们正在经历的内在分裂 一方面你们有梦想和渴望 还有对另一种存在状态的怀念 一种更轻松 更流畅 更开放的意识状态 这种渴望是无法阻挡的 它属于你们的天使般的存在 你们想要飞翔 想要自由 想要从最高等级 最高振动在地球上创造光和生命 因为这就是你们 但另一方面你们又否定这些可能性 因为你们相信自己的渺小 你们感觉自己受到环境的摆布 当你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开始感受到自己受到外在力量的摆布 这些力量似乎比你们强大得多 这些都是你们在成长过程中继承的恐惧 你们承受着来自遥远过去的巨大恐惧的重压 这些恐惧存在于你们周围的世界 所有这些恐惧都会让你们忘记自己的真正力量 创造力和伟大 并使你们与自己分离 但我知道你们的伟大 因为我看到了 我也清楚记得我们合作的初衷 因此我对人性有很大的理解和宽恕的空间 虽然你们的灵魂非常丰富 而且你们来自很高的层次 那随着你们越来越深入的投生到尘事物质中 你们变得沉浸在黑暗的能量中 滥用权力 以及你们以前不熟悉的斗争中 你们陷入了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 你们部分失去了光明 当你们化身为物质时 这意味着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作为灵性存在的自由 因为你们居住在一个身体中并透过该身体看到现实 转世的过程是你们的灵魂想要走的路 并且选择走 但这是迈向未知 新的一步 你们有可能迷失方向 忘记自己的出身 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原谅你们这一切 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道路的一部分 宏伟计划或冒险的一部分 当重要的是现在和创造一个新的开始时 最好不要徘徊在偏见或遗憾中 或哀叹 现在是为人类和我地球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在所有自然王国中 而不仅仅是在人类中 都有一种改变意识的冲动和渴望 动物 植物 岩石都渴望增强意识 渴望有机会在更深入的进入物质时 更多的被自由和爱之光所注入 有时候需要先经历很多错误的转折和陷阱 才能到达转列点 结果可能是在准备新生命诞生时出现共同的遗憾 但不要太直着于过去 也不要试图理解一切 活在当下 感受我的存在 我的意识 此时此地 打开你们的心 打开你们的身体 接受我的能量 想象一下 你们的能量跟从你们的脚 腿和骨盆一直延伸到地球 你们已经有了这些根源 所以你们不需要发明或创造它们 只需记住这些根源即可 它们是非常古老的连接线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所以只需记住它们即可 这些根是滋养的管道 是接受生命能量的方式 也是你们再次结出果实 回馈地球的方式 这些根源是爱的途径 记住你们对地球 对大自然 对所有存有 动物 树木 水的纯洁和纯真的爱 这些不是你们以外的东西 你们都是紧密相连的 大自然中 你们周围的一切都看到你们 并意识到你们 在某种程度上 你们是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监护人 如果你们给予关注 大自然的所有事物 都会向你们敞开 养性的注意力对于一切众生 都有巨大的利益 感受你们与大自然的连结 感受你们的根源 并接受你们的伟大 你们比你们想象的重要得多 但这不是你们需要创造的东西 也不是你们必须为之工作的东西 它是你们需要做的事情 它就在那里 而且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了 在你们在地球上度过的许多生命中 你们累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也经历了许多痛苦和伤害 但也由你们的意识之光 与这些伤口融合 并给你们一些新的东西 扎根的光 起初你们的光 在一个高层次上振动 在一种稀薄的存在氛围中 现在你们身上即将发生的 是一种完整 温暖 尘世之光的觉醒 神圣与物质 灵魂与身体 天堂与人间的融合 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命运 将地球力量接收到你们体内 让你们内在古老而高度发达的意识流动起来 拥抱尘世的自我 拥抱其中的情绪 痛苦与恐惧 你们的意图不是要摆脱它们 而是要它们被你们的光 你们的灵魂所拥抱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灵魂会带来疗愈和转变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彻底疲惫不堪 不再知道该做什么 你们有一种尝试了一切 却找不到出路的感觉 你们如此迷失在自己的渺小幻觉中 以至于你们觉得 你们必须在所做的一切事情 上奋斗和努力工作 我请求你们放手并相信你们周围的城市和天上的力量 这些力量超越了你们的理解 并且不断地想要帮助和支持你们 宇宙对你们如此尊重 因为你们所走的路 你们从更高的维度下降 以便进入与物质与地球的舞蹈 感受来自我地球 以及来自另一边永远与你们同在的指导灵和朋友的崇敬之情 他们不会把你们视为需要支持的贫困学生 他们将你们视为正在成长的神 他们钦佩你们的勇气 你们的决心 你们的毅力 他们继续看见你们内心隐藏的伟大希望 他们看到了连结天地之间桥梁的希望 光的化身可以创造丰富的温暖 带来充分的欢乐 你们并不孤单 与整体隔绝的感觉也是渺小错觉的一部分 你们与我完全合一 我的心在你们的身体里 在你们的每一个细胞里跳动 而且你们的灵魂围绕着你们 会给你们讯号 会拍拍你们的肩膀 神的灵 神圣的灵也与你们同在 你们是神圣的创造者 你们会吸引你们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要相信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一个在向上的道路上提升的时代 你们的低谷已经到了 遗忘 您是自我的低谷 道路现在可以向上行使 屈服于你们内在和周围已经存在的力量和智慧 不再挣扎 你们不必用头脑去理解一切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知方式 主要是在你们非常安静的时候出现的 当你们以某种方式投降时 当你们说 我不再使用头脑去理解了 我不再用肉眼去看了 当你们看起来被打败时 其实只是头脑被打败了 当你们摆脱了所有的挣扎 并服从于不再明白时 就会利用比你们的头脑更强大的帮助资源 坚持不使用头脑去理解 这样智慧 爱和喜悦的原始能量 就可以进入你们的体内 并带你们向前迈出下一步 非常感谢你们此时此刻的光临 我爱你们 感谢观看